因为连续两天呢 现在是爆炸性的低压过境 来看到包括了仙台福岛还有千叶等等呢 这些地方都遭受到暴雪袭击 这当中东京的积雪已经达到27公分 写下45年来新记录 仙台的积雪量也是78年来前所未见 带来的问题呢 包括了机场被瘫痪了 公路关闭补给中断 甚至呢还可能会有雪崩 因此台北飞东京的航班呢 有27架次受到了影响 5000名游客呢是大雾点 受到东京大雪雾点班机旅客 星星有些无奈 拖着心理赶着出关回家 这张是礼拜六晚上 鸡雪大概有30公分 就是路边的那个路上 一直在新宿的路上 秀出一张张东京大雪奔飞照片 飞机雾点外当地交通大打劫 旅游好扫心 你们自己会害怕吗 就是遇到这么大的风雪这样子 还好所以马上买了雨鞋 现场买现场买 东京大雪绕台日航班 松山桃园机场出入境 持续受到影响 桃园机场飞成田一架 日本航空原地上午10点起飞 延至下午3点5时 雾点将近6个小时最严重 2月9号2月10号连着两天 近27个班次5000名旅客都有受到延误 对已经规号 规号好了没办法了 行程照走 该乱的地方都已经乱过了啦 天气影响航班 不影响台湾旅客赴日旅游心情 因为3月起 九州福岗路尔岛接连绽放的日本樱花迎兵 东京要等到3月底 在价格上受到台日航班增加 日元汇价处于低点 赏英团费比去年可便宜一成 有业者还推出了关系5天4夜的赏英行程 2万元有找 不过提醒民众出源还是多停看厅 特别是掌握天气状况 以免出游扫兴 记者李鸿杰黄祖华 周宇德台北桃源采访不到